摸一下 轩哥 是收购上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你说一个女孩之前 她总是对你挨刀过理 突然之间呢 跟你发生了身体接触 这是怎么回事 身体接触 轩哥 那你 这得小心 为什么要小心 轩哥 我跟你说 这招非常厉害 这叫欲擒故纵 是一高手啊 欲擒故纵 我让你拍摄 你只想要开心 我给你拍摄的 我给你拍摄 你拍摄的 我看你拍摄 这个是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在找我秘书呢 这人怎么找不到了 秘书都丢了 我说这苏绣坊这么小的地方 这俩人还能走丢了 是不是该给你配个导航啊 你是在挖苦我吗 我在说实话 你是这儿的绣娘 你就是来收购绣坊的这个大奸商对吧 谁和你说的 不然呢 开玩笑的了 我在这儿也待了很久 特别了解这儿 而且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非常好 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只是这酒香呀 也怕巷子深 而且这里的绣娘也要养家糊口 给自己的儿子夹个鸡腿吧 既然你对这儿这么了解啊 那就带我参观一下 为了绣娘的儿子有鸡腿吃 是 行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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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还打人呢 笑什么笑带路啊 请 怎么 师傅没有同意收购 你这小秀房消息流通得还挺快啊 不是消息流通得快 是你不是第一个被赶出来的人 可是现在只有被收购了 才能够解决你们秀房的困境 你知道师傅一共交了多少个学生吗 六十多个 可是现在留在身边的只有十几个 其实呀 每年都有很多厂商找过来 口口声声说要传承苏绣的手工技艺 可是到了最后呢 都会要求师傅变成工业化 而且还有人更过分 打着师傅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 制造一些粗枝乱造的东西 所以他才会没有兴趣 所以说你们也认为我是那种人 是你没有用心 我太了解我师傅这个人了 他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 精通了各种不同的刺绣技法 这里的每一件作品 绣出来的都是岁月和情感 他尽心尽力地想要将苏绣传承下去 所以他比任何人都希望 这个绣坊可以发展得更好 他不需要你们过来跟他聊合同 他需要的是真心 真心实意地懂得 真心实意地理解 这看你的样子嘛 也不笨 应该懂吧 你敢把笨这个字跟我联系到一起 不就没有让你看看我大脑网络 是已经有多么的清晰和活跃 我 你 你还进去看看 早啊 早 你是来找我师傅吗 他不在 我是过来找我师傅吗 找你的 找我 干嘛 我等一下呢 要去我们苏州的店铺巡店 你跟我一起去一趟 我 为什么 想要达成合作是需要我们双方共同努力完成的 不能只要你们了解我们明远 我们更需要了解下你们的实力 我们更需要了解下你们的实力 我们的实力 唐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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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现了 我都过来考验你一下吗 考验我 你拿这些出来 不会是想送给我 收买我吧 你还挺会想的 我是想让你以你们绣坊的欣赏水平 你怎么帮我看一下 我们最新一季的送堂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吧 怎么样 我们的送堂还不错吧 你觉得问题是在工艺上 还是在设计上 如果我说出来的话 有没有来面 什么 劳无费 想要劳无费 对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 我跟你说你要耐心一点 马上就到了 好好欣赏一下 多么美啊 我很忙啊 那你现在可以走啊 可以下船 可以下船 阿姨 对 另另啊 这次阿姨往前上把子啊 可以看一下您这个吗 靠近呢 靠近 摸一下 什么感受 摸一下 手汗 除了手汗呢 热的 那你觉得这和宋唐摸起来 有什么不一样吗 它们之间差的就是温度 这绣品啊就跟人的一生一样 这一针一线 都是带有温度和感情的 而这个是机器永远没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如果你想打动我师傅 想要了解宋唐的话 那就要带着一颗 有温度的针线去感受 所以明白我说的温度了吗 阿姨 谢谢你 绣得真好看 谢谢 怎么 是不是看我陪了你一整天 想买个玩偶送给我呀 这小狐狸挺可爱的 我说你拿个小王子 该不会是有什么王子病吧 我说买过来送你的 就你这样除了玩偶以外 也遇不到什么王子 老板 多少钱啊 五十块 现金还是 微信吧 好嘞 谢谢啊 走了 谢谢阿姨 再问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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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一下 宣哥 是收购上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那时候一个女孩之前 她总是对你挨刀过理 突然之间呢 跟你发生了身体接触 这是怎么回事 这啥身体接触 这一招非常厉害 这叫欲擒故纵 这是一高手啊 欲擒故纵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这不用看出来啊 这是现在很多女孩的一种套路 一种套路 轻哥 您就是经验不足 我跟您说 等您以后遇到的多了 您自然就 不是 我 我 我的意思就是 就是 那个女孩她应该挺喜欢的嘛 喜欢我 她尽心尽力地想要将苏绣传承下去 所以她比任何人都希望这个绣坊可以发展得更好 这绣品啊 就跟人的一生一样 这一针一线 都是带有温度和感情的 而这个 是机器永远没有办法做到的 如果你想打动了师傅 想要了解松唐的话 那就要带着一颗有温度的针线去感受 而且这里的绣娘也要养家糊口 给自己的儿子 夹个鸡腿吧 我们知道的 不好意思 对不起 你这几天没见 礼貌方面见不得不少吧 我先走了 等一下 来 拿着 你干吗呀 我自己可以拿 别人在帮你的时候啊 你只要说谢谢 这样就够了 可我明明可以自己拿 我不需要你拿 我干吗要跟你说谢谢呀 我也没只帮你歇 这 我 谢谢啊 你找我师傅是送新的企划案吗 是啊 他怎么说 他说 他需要再考虑一下 那就好 前些天啊 你跟我说的那番话 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所以我现在也要很真诚的 谢谢你 不客气 走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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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给你世界上最温柔的包容 我 当你感觉到累 我是你最柔软的枕头 我想要 你亲口说你也爱我 我是你在无尽的夜 不灭的热火 我最最爱的你呀 你是一颗酸甜的糖果 我 大步 向前走 好 谢谢您送我回来 合同我会找法务马上出 到时候拿给你师傅干 嗯 不飞啊 谢谢你为我做这么多 其实也不是全都是为了你 我只是希望秀娘的儿子晚餐 可以加一个鸡腿 我现在倒是有点明白 你所谓的真心 是什么意思 那就好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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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你该不会是觉得 我想占你便宜吧 那不然你突然跑过来抱我 这是 这是干嘛呢 不是刚才那个人 他差点撞到你了 我说你有被害妄想症吧 拜拜 走 你真的不觉得 刚刚那个送快递子 他是有意想撞到你 不觉得 这这个小家 看起来还挺闷心的 那我去帮你倒杯水啊 这挺像你啊 那我去帮你 我小的时候 还经常来这个地方啊 这里是健安寺附近吧 对啊 房子虽然老了一点呢 但是冬晚下凉 住在那儿舒服 那喝水 谢谢 我刚才看到的 你是准备想要考 巴黎的服装公伙学院 可是你那么喜欢中国方案 而且现在国内的大环境那么好 你为什么想要出国呢 你不是也从国外回来的吗 我说你想问题 不要这么举下好不好 我是出去学习 学习不分国内 国外 是无国界的 是啊 学习总归是好事 我说我们总算是有一点共识 我们之前在一个事情上 早就已经达成共识了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帮助你 说国修法吗 因为你师父啊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我在上学的时候呢 写过一篇关于宋唐的 品牌的实话 所以当时我查了很多资料 一开始的宋唐呀 其实设计是很有前瞻性的 我非常喜欢 可是 近几年的设计 就差强人意了 我想你肯定是知道 其中的问题 所以想要收购修仿 来改变局面 对吧 对吧 而且我认为 在任何领域的创作者呢 他们本质呢 都是相同的 他们的原创呢 都是基于自己本国的民族文化 就像西装 我们永远没办法超越老外 可是旗袍呢 他们也没办法做出我们东方人的韵味 所以 中国的服装想在世界立足的话 就一定要有中国的自己的文化 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而我认为 送它是可以的 我又问你妈说什么 好 对 你最近还去苏州吗 最近应该都不去了 都会在上海 那那个工会学院的作品 完成了吗 还差一点点 主要是工作室的一些东西 你还有工作室 我只是一个小萌新的设计师 哪有什么工作室呀 我是在雄莹老师工作室兼职 就是在忙雄莹那个歌展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啊 我好歹也算是一个业内人士了 虽然不一定有时间去 但是学院院他肯定会请我 怎么了 你都不问我小萌新是什么意思吗 我好歹也算是一个有生活阅历的人吧 我好歹也算是一个有生活阅历的人吧 康道啊 听说这次熊永老师的站做得很不错 是啊 去那边看一下 马上开始了 嗯 康哥 好 这么巧啊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我没有 那刚阳光 好 我让你过来帮我讲解一下 可是我后面还有工作呢 干吗 我们给你换一下位置 我再来表演 好 谢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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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у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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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进来啊 就那么怕我们公司的保安啊 谁怕了 我这不是怕进去打扰他们的工作吗 那你觉得在工作的时间 把公司的老板叫下来见你 就不影响公司的正常工作吗 你不就逼我承认吗 行 我承认 我确实上次闹过之后 我觉得挺对不起正常工作人员的 可是我找你打你手机又打不透 那怎么办我只能在这儿等着呀 这个借口勉强接受吧 说吧 什么事儿 我师父同意了 可以过合同了 真的 多会有你啊 没事儿 那你们先出合同吧 然后具体细节再跟我师父对吧 好 我马上出合同 那换我带到 走了 拜拜 等一下啊 你觉得你就这么走了 合适吗 有啥不合适啊 首先这个事情是咱们两个 共同努力诉讼的 好 凌云 五百姓 仔细节